大家好,今天我們就來講一下在響樂所編的《董燒教程》第16頁 由黃樂斌先生所作曲的在那兒遙遠的地方 將這首樂曲放在這麼前的位置,當然要求不會很高 我們的重點學習的就是兩個位置 第一就是發射的指法,當我們吹發射的聲音的時候 怎樣去保持它的鈍燒呢? 拿得比較穩妥一點,不要動來動去 或者有些初學者就發現吹這個聲音的時候 好像它的鈍燒好像上跌,上跌那樣 其實我們要拿鈍燒是有幾個支點要注意的 第一個當然是我們那支鈍燒店主的嘴唇和下跌的位置 是一個支點 另外就是下手的無名指和手指公分別是兩個支點 這裡總共三個支點,人之鈍燒都很穩妥的 不過如果我們想再穩妥一點,就加上手的手指尾做第四個支點 即是說真正要按的指控只是下手的無名指控 這個指控 這個指法的困難之處,單在我們吹它的時候 是否可以拿鈍燒是否可以拿鈍燒 另外就是吹完它之後 我們去下一個音的時候 是否可以立即找回那個音的指法 按的指控出來 這個關鍵就是我們上手的手指尾是否一路都放在鈍燒上面 然後鎖住座,手腕不要周圍動 令我們可以隨時按上按的指控 這個是第一個重點 第二個重點就是,對初學者來說 這裏這麼長的一個樂句,很可能會出現這個情況 好了,去到巨子尾完,你就已經沒有了 在這個部分,我們要做的就是 如何盡量不需要太過用力吹,也不需要太過大聲 這樣去學習,那個器用的時間可以盡量長一點 在這個過程裏面,我們為了避免我們自己做拍子的時候 我們有時會有時快速的情況下 我建議我們用拍子機 那錄稿裡面寫的速度是74 那我就預先把拍子機調校在74 那在這個速度情況下,只要我們跟着拍子機 那就不會太慢 那有機會有機會去取得一個矩子 相對於我們不開拍子機利港,我們會比較穩定一點, 一個比較中等速度的情況下會出, 不然我們不容易因為指法的困難或各方面的困難將樂局越出現, 即使用氣的時間會越來越長, 但如果沒有那麼多氣的時候, 經常都會出現不夠氣吹齊整句的情況, 另外就是關於我們的勾氣, 如果我們可以練習到用複式呼吸法, 我們儲存氣的地方在服務部門, 儲存空間變大了, 我們所吸的氣的量多了之後, 可以用的時間也是可以長一點的, 現在我就試一下演奏表證的手, 再拿遙遠的地方, 金色女神言 再說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我剛才開著拍子機 響了大概六下才開始吹 當然你不一定是六下的 你可以多過六下 但是重點就是在我們吹之前 心裡面要數著的是 1 2 3 吸氣吹 1 2 3 如果在我們吹之前 有一個習慣就是數著拍子 然後在一個固定的時間 再吹出來 對我們的氣的運用 亦是有所幫助的 第二點就是 剛才的塑膚比較中等 其實原本這首載帶遙遠的地方 其實不是這麼快的 我可以吹慢一點 我現在試一下 我就不可以拍子機了 既然可以吹慢一點 我怎知道大概吹什麼速度呢 大家可以上網搜集 人唱唱歌版本的災難 遙遠的地方 其實它是沒有這麼死意 扮演的學校子 給救護士入獄 我可以現在試一下 這樣的演奏 我可以拍子 我可以拍子 剛才其實沒有一個固定的拍子去掃的 只是憑著一個印象就是唱歌的時候 他們是怎樣去唱的 盡量去過防他們 還有想起他們的歌詞內容是甚麼 在那搖圓的地方有個好姑娘 據美的音樂都會過長 所以這個是當我們可以穩定地掃到拍子之後才做的事情 好 今天的在那搖圓的地方就講到這裏 是 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